吵架的狀況沒有辦法被改善 因為到底在那一場分手擂台當中 建議侯友宜唸出柯文哲的簡訊 一唸完柯文哲整個臉被黑掉嗎 朱立倫說 受入之下必須的澄清 就是朱立倫你建議的 所以才會有陳佩琪 陳佩琪也在那邊回罵 然後所以現在藍白看起來 哇 互吵 吵得很兇 然後沒有組織 沒有小雞 不知道要去哪站台 但是民眾黨前方人說 沒有啦 沒有啦 其實我們有很多行程 只是都沒有在公開 就採取一種默契的總統大選方式 這個很奇怪 然後吳子佳就說 我告訴你啦 這個分手擂台之後 柯文哲被震掉七八個百分點 我要請教一下 當政治幕僚很久的崑玉哥 所以現在民眾黨 真的沒有組織 沒有行程可跑了嗎 也不能完全這麼說啦 他可能現在的狀況是 整個的結果 藍白河的整個結果 完全超乎了柯文哲的預期 他可能柯文哲原來的第一預期是 侯友宜可能會當父的 他可能會把他吃掉 第二預期沒有侯友宜 我還有郭台銘 對不對 他現在兩個都落空了嘛 然後所以他這個國民黨的組織不能佔 然後郭台銘 然後他的這個地方派系 也沒有轉移過來 第三個他想到最壞的狀況是說 我可以去佔小雞的台 我們他的藍白還是有核 你看他到了破局了 他還在這麼說對不對 這是業員資的期待嘛 對 然後 但不行 現在要黨紀處分了 對啊 下烈了 要可以處你業員資 對 也沒有了 所以今天我們都在消費他 他賺到聲量夠了夠了夠了 怎麼做啊 然後柯文哲所有東西都落空了之後 所以你看他的前幕僚 他回答的是什麼 他說今天相當多的時間在開會 請問這種時候 那為什麼還會在開會 對啊 這種時候在開會 就表示我的狀況 完全超乎我的預期 我要重新佈局 重新討論 重新商量說 我接下來12345我要怎麼走啊 那麼柯文哲面對的狀況 還不只是這樣子 柯文哲面對的狀況可多了 第一個 他沒有 剛剛Sara講了 他浪費了很多的時間 其實沒有錢有沒有錢的打法 2012年宋主義出來的時候 也沒有錢啊 而且我們所有人都被送回國民黨去了 怎麼辦 那個時候我們就拼命上專訪啊 然後那個時候邏輯就我們有一個說法 就是說我們沒有錢辦造勢晚會啊 一半就是幾百萬沒那個錢啊怎麼辦 那我們就去專訪節目 專訪節目收視率有1%2%就代表有100萬 200萬 那我就把所有的造勢晚會跟我的說法帶到人家的每個人的客廳裡面 然後去用這個東西來取代造勢晚會 然後那個已經來不及了 那該講的都講完了 後面全部都是在做造勢啊 所以柯文哲 我覺得他現在會一直在開會的意思是說 他其實所有的選舉的狀況超乎了他們自己所預期的東西 那是你不能怪別人是恐怖情人 是你自己先渣了人家 對不對 結果我們現在被人家渣那就認倒楣啊 你坤哥那我問你喔 吳子佳說他被震掉了七八個百分點 然後呢趙岳康有說 把他打到20%以下這有什麼難的咧 然後呢 這個吳子佳是說 侯康佩跟賴蕭佩呢 現在都已經占上30%了 這民調的重大變化讓國民兩黨變成藍綠對決啦 那這個柯文哲要撐住20% 還需要再努力 而且不只如此喔 還會繼續掉真的嗎 我這樣子講好了 這個趙岳康其實也算錯了 第一個 這個是歷來的選票的那個資料表 好 你看民進黨2012年 2012年 民進黨 那個時候蔡英文在選 馬英九是第二任 那時候民進黨氣勢並不好 他還是有609萬 有沒有 他還是有609萬 接下來下一次2016年 蔡英文就多少 689了 對不對 然後再來就是817了 對不對 好 所以民進黨的雞排有多少 600萬 你先這樣子算 第二個 國民黨的雞排有多少 國民黨的雞排其實這幾年掉很多 你看2012年他有689 在之前馬英九有700多萬 對不對 然後760萬左右 到了2016年他只剩了多少 381 那就朱立倫創下了 最低紀錄 最低紀錄 381 他砍掉一半 腰斬 那韓國瑜在2020年 500 拿552 552 那552 他的意思是什麼 他是把國民黨的本盤都招回來 好 所以國民黨 國民黨 召集本盤 緊繃 550 你這樣子算 好 那這些數字都把它加起來以後 還有另外一個數字要算 就是那個 投票率 去你上一屆 2020年是投出1400萬票 那時候是大家情緒激動 年輕人都跑出來 就讓他殺出來 那2016年只投出1200萬票 因為那時候換柱啊什麼 大家都覺得說 你國民黨就是沒指望了啦 那也不用投票啊 大概有一兩百萬人不出來投票 那還有一百萬人跑來 120萬人跑來宋楚瑜這邊 所以2016年的時候 我們曾 這個搞選舉三四年 第一次經歷過 史上最歡樂的敗選總部 最歡樂的敗選總部 敗選總部應該酬雲產物 我沒有說 外面一堆人都在那邊喊說 破100了 破100了 120了 破150了 150了 好棒喔 我跟你講好嗨 我跟你講 那個 那個就是什麼 那個選舉前的時候 因為大家對於 那個換柱這件事情太火了 所以整個群組裡面 尤其深藍群組裡面 通通在加三計畫 那時候宋楚瑜三號 就加三 加一而已 他加三 而且軍方的都是什麼 有加三計畫 所以叫加三計畫 那所以現在 然後呢 所以今年的狀況 今年的狀況 可能比2016年好一點點 但是藍白河這個戲 演的實在是太難看了 太噁心了 會掉票 會讓藍軍很多人 不想碰這場選舉 或不想投票 你要知道藍軍比較高拐 藍軍是都會 因為很多人成分是覺得自己是有身分有地位 有水準的人 我不會碰這些髒事爛事 所以看到這種事情出來之後 很多人就不出來投票了 哇塞 這邊全部在點頭 對 對嘛 大家都會有這種說 這個我們都是天龍的 你們這些很天龍 然後很多人會不投票 所以我1300已經算是高估了 那我投1300萬票 所以你剛剛看 那600萬民進黨的本盤 500萬 假設國民黨把它抓出來 民眾黨就差不多200萬 200萬的意思是多少 15% 15%又是剛好是 哪有這麼多 15%是剛好是什麼 是柯P的本盤 差不多本盤就是15% 那也就是說大致 大家各自回本盤的時候 最後投出來票可能是600 500 200 那所以回本盤會有氣保嗎 那有啊 可是這樣子氣保 氣了半天他還是輸啊 對 然後你說柯P的人 跟這個侯友宜的人 現在已經打成這麼兇了 所以15再也壓不低了 對 他不可能打低於15 所以趙超康算錯了 打低於20的時候是多少 對 低於20 是什麼意思 20%是250萬 但讓他維持20%是一件好事 對 對 對 所以什麼趙超康要把民眾黨 打低到10%以下 他的氣保 你才能轉移100萬票過去 你才能夠贏過民進黨的600萬啊 趙超康的算法是442在算 442 所以只要把柯文哲變19 他就變41 他是這個算法 有夢最美啦 可是對 可是現在的趙超康 因為現在50天 他已經啟動氣保了 對 他這個氣保會從頭打到底 對 而且他會讓柯文哲民調一直很低 加上這個吳子嘉董事長 一直講柯文哲民調很低 一直講一直講一直講 一直講 講到柯文哲很低 問題柯文哲不是吃素了 對 柯文哲沒有民調公司嗎 有啊 有啊 他們還會做嗎 他們繼續會做 會做到20幾 會繼續咬上去 然後一咬上去 整個就 就是全部又 又繳在一起 柯文哲的方法很簡單 你現在說我講我民調低的 通通都是純式化 那我手機加式化 我就不低了 有了 有了